女人最渴望的一种调情方法 女人天生就是比较慢热 所以男人想要自己的一种女伴 热辣起来就一定要在前夕上下功夫了 女人最渴望的一种调情方法 第一点就是霸道一点 女人都喜欢霸道一点的男人 从各种壁东床东等等的一种知识 都这么火就能够看出来了 这种方式是能够让你们更加的兴奋 所以想要挑起她的一种兴趣 就不要畏手畏脚的 一定要霸道起来 第二点就是甜言蜜语了 相信没有哪一个女人 会不喜欢自己心爱的男人 对自己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 尤其是在床上的时候 说的是愿意愿好的 宝贝、honey、亲爱的都可以用得上 在偶尔的夸上她几句 你今天真是好美啊 相信过不了多久 她就会彻底的对你沦陷了 第三点就是深情的接吻 先用双手托起她的脸 深情的凝视她两秒钟 再慢慢的吻下去 在亲吻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应该时常用舌头来清点爱你的双唇 就好像是在按摩 同时双手慢慢的抚摸对方的一种头发 第四点就是轻轻的爱抚 同时紧紧的拥抱、温柔、怀抱、身体摩擦等等的接触 也是令女性汗毛素气 交传连连 身躯轻轻颤抖的 第五点就是慢慢的脱掉她的衣服 在准备爱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命令的一种语气 让她自己脱掉衣服 这会让她瞬间就没有一点情绪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点点的 慢慢的脱掉她的衣服 但不要完全的去脱掉 在爱的时候 偶尔穿一些衣服 会别有一番风趣哦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